人类已经成功战胜的疾病清单非常惊人 在全世界很多地方 小儿麻痹症 伤寒 麻疹 破伤风 黄热病 天花 白猴和水痘 几乎已经销声匿迹 疫苗和强效药物 帮助人类抵抗威胁生命的细菌 寄生虫和病毒 但是有史以来 人类从来都无法避免一个病症 那就是衰老 随着人 渐渐变老 细胞的工作能力下降 有可能会导致各种疾病 如癌症 心脏病 关节炎和阿尔兹海默症 全球每天有10万人 因为与衰老相关的疾病而死亡 那有没有可以真正延年益寿 甚至逆转衰老的药物 以前曾经有IT工程师 做过类似的预测 比如说谷歌的首席工程师 瑞·库茲威尔 他说 在我看来 到2029年左右 人类会来到一个临界点 每过一年 人类的寿命 能够延长一年 库茲威尔是美国硅谷 未来学研究者 发明家 作家 被世界首富 比尔盖茨称为 我所知道的人工智能 预测领域最牛的人 他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初 预测到 全球互联网使用率 会迎来暴增 到了21世纪初 无线网络会被大范围使用 那时候 全球只有几百万人 知道有个东西叫互联网 1999年 他再次预测 再过10年左右 人类可以通过语言 控制计算机 到了2005年 他再次预言 5年左右的时间内 语言不同的障碍 就将被实时语言翻译技术 彻底解决 据他自己统计 在1990年以来 他提出的147项预言中 有115个完全正确 12个基本正确 17个部分正确 完全错误的 只有3个 库茲威尔说 到了2020年左右 人类的免疫系统 可以将由纳米机器人 进行接管 纳米机器人 可以把病原体 肿瘤等一系列 免疫系统错误 进行修正 目前 纳米技术 已经被许多科学家认为是 人类在未来 抵抗癌症事业上的 最强大武器 此外 3D生物器官打印机 可以成功实现 组织器官的复制 等一系列任务 库茲威尔认为 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 可以被视为 人工智能软件 来进行对待 即利用编程理念 来重整人体的 组织编程错误 比如心血管疾病 癌症等 生物技术 可以对人体内无用的 陈旧的组织进行仪器 他还预测 2035年 人脑可以与云端技术相连 再也不怕记忆力不好了 传统的生物学家 在抗衰老方面 也有自己的看法 他们表示 我们应该把衰老 本身视为一种疾病 它是可以被阻止和治疗的 从生物学的视角看 身体根据基因和环境因素 按照不同的速度衰老 我们的基因中 微小错误会逐渐积累 于是细胞开始出现错误 进而累积成组织损坏 现在全世界 已经有一些研究中心 把探索预防 生物学衰老的方法 放到优先位置 而动物研究表明 某些物种 大幅延长寿命 确实是可能的 所以人类也有望实现这一点 比如 一种平常的糖尿病药物 二甲双菇 能够延长 孽齿类动物的寿命 20世纪90年代 谷歌支持的 抗衰老研究公司 Labs的副总裁 欣喜亚凯尼恩就曾演示过 只需修改 回虫基因密码中的一个字母 他的寿命 就可以从自然的三周 延长到六周 科学家提出 有七个生物学要素 构成细胞受损的主要原因 包括组织中的细胞 修复速度不足 细胞复制像癌症一样 不受控制 细胞的死亡时间过晚 这也是癌症中的一个问题 以及细胞内 小型发电厂 线粒体遭到破坏 细胞内垃圾的积累 细胞外垃圾的积累 细胞外经格结构变得僵硬 生物学家德格雷 和他在美国的 可忽略衰老研究工程 战略基金会的团队说 他们已经找到了方法 逐一应对这些问题 并且正在开发相应的疗法 他未来的设想是 老年人可以通过接受 恢复青春科技的疗法 把细胞逆转为年轻时的状态 比如说 当患者在60岁接受治疗时 他在生物学上 能够回到30岁的状态 但是这些疗法 并不是一劳永逸的 再过30年 这些细胞 还是会变成60岁的状态 但是在那个时候 德格雷希望 可以适用第二代的技术 让同一批人 再度年轻30年 但是我们需要 谨慎对待这样的说法 因为没有实验数据表明 我们的身体 会对这种软件升级 做出何种反应 就像电脑一样 如果升级太多 可能当机 不过德格雷 非常乐观地认为 关键问题在于 我们在文化上 接受衰老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 所以阻止细胞损坏的常识 常常被斥为伪科学 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衰老至少在一定程度上 是可以治愈的 比如哈佛医学院的 基因学家乔治秋奇说 如果你能够同时控制环境和基因 那么你就可以让人活得 年轻又健康 而且寿命比其他人长很多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